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切问题都可以避免了 可是怎么样能够看出母猪难产的端倪呢 太久了 不管汪福生怎么细心地给小猪做人工呼吸 这头难产的小猪还是没能活过来 因为饲养员对于母猪的难产发现得太迟了 像这个猪猪它也许再找十几秒或者二十几秒都有可能 但这个不行 太久了 一个原本可以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健康活泼的生命 一头将来可以卖几千元的猪 就这么没了 实在让人心疼 而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汪福生养猪十多年来 管理了四五家养猪厂 经历过几万头母猪产子的场面 根据他的经验 如果早一点发现母猪难产 这头小猪完全能救过来 可是怎么才能早发现母猪难产呢 母猪怀孩子 那可不是一头两头的 而是少则七八头 多则十几二十头 更有厉害的 像江浙地区太湖流域的太湖猪 一胎曾经生了四十二头 这么多孩子 不可能一口气 一股脑的呼噜呼噜全往外掉 母猪也得生一个歇一口气 再生一个再歇一口气 麻烦就在这儿了 很多养殖户没法判断 母猪生产的间隙 到底是在歇气呢 还是难产呢 等时间慢慢过去 养殖户反映过来 母猪是难产时 小猪已经在产道里 憋得太久 憋死了 死掉的小猪 难产的概率 我可以这样讲 基本上是难产 正是因为猪生孩子的这种特性 一般养殖户都没办法 及时判断母猪难产 往往是难产已经发生了 才知道母猪难产了 汪福生却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出 母猪是否难产 在他看来 母猪是否难产 其实他自己会告诉你 观察这个猪的猪的尾巴 根据汪福生的观察 从猪尾巴的动静 就能看出母猪是否难产 事实上猪尾巴有很多功能 只不过大家对于猪尾巴的了解 特别少 猪尾巴基本上是没什么作用 猪尾巴没作用 有什么作用 不是会吃猪尾巴吗 他们说那个药机房特别的 就可以多吃点猪尾巴吗 他有蚊子啊 他就会回答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猪掌尾巴 猪尾巴除了偶尔打大蚊子 就是用来给人吃的 对于尾巴有哪些作用 都不太了解 但是猪尾巴会告诉你 它有很多用处 感冒似的你 还挂着鼻涕拥有 猪 你有着黑漆漆的眼 往呀往呀往 也看不到变 猪 你的耳朵是那么大 忽伤忽伤也听不到 我在马里上 猪 你的尾巴是绝又绝 原来泡泡飘飘 爱你不太淘 然而在养猪过程中 大的养猪场 尤其是养羊猪的猪场 都会给猪减美吧 但是一般养土猪的 却很少给猪减美吧 你的尾巴是绝又绝 原来泡泡飘飘 爱你不开它 这其实是和猪的养殖方式有关 规模化养殖土猪时 虽然也会采取圈养的方式 但圈养的时间往往比较短 猪大部分时间还是处在散养状态 散养的猪在大自然里可以自由地活动和找东西吃 生活的有滋有味 猪的注意力都被大自然所吸引了 很少相互打扰 而羊猪的规模化养殖 大部分都是圈养 猪长时间关在四面都是栏杆的单调环境中 生活枯燥无聊 猪为了排解无聊 会本能地进行探究行为 要么是咬别的猪的耳朵 要么是咬别的猪的尾巴 注意力都放在猪的身上 很多猪咬烦了 还会打起架来 它打架了 它最喜欢咬哪里的东西 就是最喜欢咬耳朵 会咬耳朵 猪打架会咬耳朵 但是更多的会咬尾巴 因为尾巴就像辫子一样 很容易被抓住 那咬尾巴呢 就像人一样 我打到你的小辫子 我扎到你的辫子了 你跑不了了 那一咬尾巴就咬着血 猪很喜欢血的味道 而且猪的嗅觉又特别灵敏 一旦有血绝对不会放过 一咬猪就出血 一出血别的猪就更加咬 这样很容易造成猪受伤感染 为了避免猪咬尾巴 带来更大的伤害 猪场选择了减尾 一旦在猪场 小猪很小一小就把猪尾巴 给剪掉一个 刚出生才两三天的小猪 尾巴很小 这个时候剪掉一部分 不会给猪带来太大的伤害 但却能有效的减少猪咬尾巴的现象 那尾巴剪掉它一点 剪掉它一点了 它咬起来就更难了 可能一咬就溜掉了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大部分养羊猪的猪场 都会给猪剪尾巴 王福生所在的几棵养猪场 也会给猪剪尾巴 不过他们把猪尾巴 留得比较长 这就奇怪了 给猪剪尾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猪咬不到尾巴 别人都恨不得 剪得越短越好 王福生 为什么要留那么长呢 尽可能地留住猪尾巴的功能 王福生给猪留长尾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保住猪尾巴的功能 事实上 动物在进化过程中 为了生存的需要 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器官和部位 这些部位成了统一的整体 缺一不可 动物身上很多看似没用的部位 其实都是有用的 就拿尾巴来说 比如松鼠的尾巴起平衡作用 松鼠体重轻 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 很容易从高高的树上摔下来 有了这条大尾巴起平衡作用 它就安稳多了 而鱼类的尾巴 除了平衡身体 还控制着前进的方向 在我国的南海和东海 更有一种飞鱼 能把尾巴用到极致 飞鱼在出水以前 先在水表面下迅速游动 当它快要接近海面时 就将胸鳍和腹鳍 紧贴在身体的两侧 然后利用强有力的尾部 急剧摆动 产生一股推力 使得鱼体破水向上 再张开胸鳍 借助海面上的气流滑翔飞行 猪的尾巴看起来貌不惊人 却也作用重大 这个尾巴的最重要的作用 在保护 猪呢 就保护鸿 阴猪保护保完 保完 不仅是猪 对于很多动物来说 肛门和阴护 那可是全身的命门 一旦受伤 就是要命的事 而尾巴 守住肛门和阴护 能够起到四个方面的保护作用 尾巴的第一个保护功能 就是能驱赶蚊蝇 防止毒虫冰咬 和钻进敏感部位 养猪场 大多建在乡村或者郊外 周边都有植物 这样的地方 免不了有蚊蚊 而猪的气味 又格外吸引蚊虫 一到夏天 很多猪都会被蚊子咬 而阴护表层 适成粘膜 更加吸引蚊虫 因为粘膜比较 比较嫩 那么蚊虫咬到的时候 它就很麻烦 一旦有蚊虫过来 猪尾巴就会敏感地 护住重要部位 左右甩打 蚊虫也就咬不到了 尾巴的第二个保护功能 就是遮住肛门和阴护 防止硬物碰伤 或划伤 猪有一个习性 喜欢在泥水中打滚 猪有这个爱好 是因为猪没有汗腺 不能调整自己的体温 所以热得难以忍受时 猪就会找湿润的地方 打个滚 或者有水的地方泡个澡 凉快凉快 猪在泥水里滚来滚去时 泥水里面免不了有树枝 石块或者什么其他锋利的物品 而肛门和阴护等部位 皮肤比较薄弱 很容易被划伤 这时候尾巴就起到保护作用了 尾巴的第三个保护功能 就是防止被强奸 在自然界 雄性动物为了繁殖后代 会想尽一切办法找雌性交配 但雌性可不随便将就 因为大多数雌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重任 从怀孕生子到抚养孩子长大 雌性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对它们来说 繁殖的成本很高 有些动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像章鱼 一生只有一次繁殖机会 一旦交配完并产卵后 就会在七到十天之后死亡 因为繁殖的机会有限 雌性会选择最优秀的雄性进行交配 以获取好的遗传基因 保证种族更好的延续 雌性要找到一中人才肯交配 而雄性才不管是不是一中人呢 先交配了再说 像性成熟的公蝎子 只要见到母蝎 就会上前去拉拉扯扯 企图交配 但能否交配成功 还得看母蝎愿不愿意 碰上母蝎不情愿的时候 尾巴就成了母蝎 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了 一旦遇上暴力 愤怒的母蝎 就会高高举起尾巴 狠狠地往下遮 对方如果不及时避开 不是伤就是死 母蝎尾巴上 虽然没有蝎子那样的独居 但是也能够保护自己 不被强奸 比如公蝎靠近时 母蝎乐意 就会把尾巴翘起来 露出鹰护 任由公蝎爬胯 如果对方不是母蝎的意中人 形形就变了 比如我们之前就碰到过 有时候会本家怎么样 那个母蝎发情了 那公蝎过去的 他怎么就不干 然后给他换个公蝎过去 行 他能去交配 不乐意交配的母蝎 会把尾巴夹起来 紧紧护住鹰护 让公蝎没有机会 这个母蝎没看见他 从半年他把尾巴夹起 以免受到外来的侵犯 尾巴的第四个保护 就是探测身后的空间 猪背后 有五十度范围是看不见的 要了解身后的情况 就得靠尾巴了 有尾巴突出于身体之外 那么那个最先感到外面 就是两个猪在打架的时候 他在往后退的时候 那么靠到后面 就是尾巴的一个杆子 尾巴一旦触碰到物体 猪就知道 身后没有空间 不能退了 比如打架的时候 靠到墙 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墙 比如饮水器 或者别的更尖锐的东西 如果是他的屁股 或者他身体碰到 就会引起身上 有了尾巴的探测 猪就能避免 受到物体的伤害 猪尾巴除了保护猪 还能够传递不同的信号 帮助养猪人 了解猪的各种情况 比如猪咬尾巴 就像狗咬尾巴一样 是在告诉你 它很快乐 而尾巴翘起来 则是在告诉你 它很健康 健康的猪呢 它是尾巴是翘起来的 而且背多又摇摆 如果他的身体不好舒服啊 有病啊 他的尾巴就笑 那因为就是我们看猪 一个健康不健康了 就是有的时候猪尾巴 它也是个信号 对对对 它很重要的信号 猪尾巴作为健康的情侣表 正常情况下 是坚挺有力的竖起来的 而生病时 则搭了下来 我们一看猪的尾巴 这样搭下去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就要对它可能 就是不舒服啊 或怎么样 而猪尾巴上一旦没有毛 它就是要告诉你 它得寄生虫了 当看它的尾巴的毛 被蹭掉了 被蹭掉 全部没有的情况下 也告诉我们一个信号 要注意的 可能这个猪 有可能有 比它寄生虫病 快乐不快乐 健康不健康 猪会用尾巴告诉你 而猪尾巴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也是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母猪会不会难产 它也会用尾巴告诉你 汪辅生经过多年观察后发现 母猪在生产的时候 会用力望上居尾巴 以扩大空口产道 并且往外牵引胎儿 尾巴在肩顶的情况下 它会让它的盆骨腔的扩张 有辅助性的作用 特别它是使劲翘的时候 等于这个尾椎的翘动 辅助性的帮助 这个盆骨腔的扩张打开 正常情况下 母猪翘尾两三次后 小猪很快就会露出来 如果母猪连着翘了很多次尾巴 都不见小猪出来 那就是难产了 老子翘起 但是一直没有小猪出来 这个时候爷爷告诉我们 这个猪油 这个小猪油可能就会难产 有些小猪的个体比较大 容易卡在产道内出不来 这时如果不及时救助 小猪就会憋死在产道内 一旦小猪死了 就更难出来 因为生产 是孩子和母亲 共同努力的过程 小猪要往外走 往外挤 它是一种生物的可能 而母猪路者 从死亡的收拾帮助它出来 憋死的小猪不会往外运动 全靠母猪硬挤 难度就更加大了 全靠猪妈妈硬挤出来 就更容易出现难产 这个时候 如果不及时将死亡的小猪偷出来 母猪也会有性命威胁 一旦死掉了 那只能全靠母猪自己的力量 才把它挤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护肠 如果不再就会在里面双半 这母猪就会生命危险 一旦发现母猪平凡的翘尾巴 和不断有收缩动作 却不见小猪出来时 就得干净驻产了 而只要读懂了尾巴传递的信号 及时驻产 小猪基本上都能活过来 母猪也就没什么危险了 看懂了猪尾巴的信号 就能够知道猪的健康状况 也能够挽救生死边缘的小猪和母猪 看似没用的猪尾巴 其实有很多奥秘 养猪无小事 只怕有心人 对于猪了解的越仔细 对我们的养殖就越有帮助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搜索手机报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打击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一直笨猪笨猪的叫 难道猪真的笨吗 本不该打架的时候 猪却打起架来 猪打架的背后 到底蕴含了怎样的爱恨情仇 科技院下集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